英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历史 七周之内 一位君主去世 一位新王登基 三个首相走马登班粉末登场 众所周知 英国刚刚送走执政只有45天的短命首相特拉斯 迎来新首相苏纳克 现年42岁的苏纳克在英国败下 创下多个第一 他是英国第一个非白人 非昂撒首相 他是英国第一位巴林后首相 他是英国第一位印度裔首相 他是英国第一位比国王海富有的首相 苏纳克为何能当选英国首相 其一 英国人口日益多元化 昔日大英帝国全世界劫掠 各国人口自然汇聚英国 尤其是一战 二战之后 英国为了弥补劳动力短缺 不得不引入大量移民 于是昂撒的发源地 如今成了一个多民族 多种族之国 所以 印度裔的苏纳克能够当选英国首相 是历史偶然 也是历史的必然 其二 苏纳克是个简陋王 苏纳克不是第一次参加首相选举 作为九月的失败者 约翰逊的叛徒 这一次正是得益于特拉斯的短命 约翰逊的突然弃选 以及莫当特的认怂 才成为英国保守党党首的唯一候选人 自动升级为首相 成为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这个结果当然不是来自苏纳克那张印度脸的魅力 而是来自桌子下的妥协和交易 其三 超级富豪 苏纳克家族是个富商 他的妻子更有钱 其岳父号称印度版的比尔盖茨 超级大富豪 据泰物施报估算 苏纳克夫妇拥有的财富高达8亿美元 这个身价比英国国王高出两倍多 更是超过英国所有前任首相 资本世界 有钱能使轨推磨 从正路上 哪一向不是依靠真金白铺地 其四 持有美国绿卡 苏纳克拥有多重身份 他是印度裔 拥有英国身份 却又持有美国绿卡 甚至连他的妻子 至今仍是标准的印度人 都说屁股决定脑袋 这样一位美国培养的精英 你说他是忠于英国 还是印度 或者美国 又或者 正是苏纳克持有美国绿卡 才能顺利当选英国首相 各种原因 你猜 毕竟 美国霸权衰退已成事实 必须确保英国这个欧洲桥 桥头堡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里 别忘了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女士 人家夫君并七个儿女都在美国 人质也好 裸官也罢 总之 冯德莱恩当上欧盟委员会主席之后 一切都以美国为马首是瞻 他哪里是欧美委员会主席 分明就是美国的代言人 同样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民族派的特拉斯上台四十五天就不得不抱恨辞职 亲美的苏纳克在竞争对手接退之中 从容入驻首相府 德军伐屋以来 欧洲政客的表现如同美国手里的木偶一般为命是从 偌大的欧洲 更像是被美国夺舍的屈窍 对我们而言 最应当警惕这样的人 手执权柄 当年英国殖民者压迫印度人 现在印度人出来领导英国人 天道有轮回 世界就是这么喜剧 苏纳克当选英国手下 所以 印度人非常高兴 印度总理莫迪立刻发来热情洋溢的祝贺信 将我们历史的关系转化为现代伙伴关系 向这个印度英国人活的桥梁表示排登节的祝福 又是印度裔 又是印度传统节日排登节的祝福 所有人都能看出 莫迪心中的兴奋 网上段子很多 最有趣的莫过于这个 没想到 昔日的大英帝国 也有沦为印度殖民地的一天 当海外华人还在为身份认同苦苦努力之时 在科技领域 印度裔CEO不仅占领了硅谷 如今更是夺取了欧美的政界 比如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就有一半印度人血统 其母是印度人 其父是亚买加黑人 然后在美国加州出生 长大 作为印度裔的移民二代 哈里斯的成功举世可见 因为他距离美国总统宝座只有半步之遥 只要拜登某天一睡不起 无法履行总统职责 按照美国法律 哈里斯就可以立即登上总统宝座 在西方列强之中 如今 印度裔的哈里斯是美国的副总统 印度裔的苏纳克成了英国的首相 今后联合国武昌中美英法俄首脑开会 席上端座之人 大概就变成了 中国人 印度人 印度人 法国人 德罗斯人 谁说印度不是联合国武昌 人家已经实现了曲线入常了呀 虽说只是一句调侃 印度人正在增强对世界的影响 实属不假 苏纳克当选英国首相 CNN的评论极其辛辣 称英国这是令人错愕的堕路 把国家命运交给一个外国人 我们想都不敢想 但是 英国就这么毫不迟疑地做到了 乱世出妖孽 乱世更出妖娥子 只说明 昔日的大英帝国 不仅将和日下 更是呈现乱世之兆 英国人自己都无法管好自己的国家 可笑的是 还有人抱着英国殖民余孽的臭脚 不肯松手 比如香港法官头上的那顶刺眼的假发 这像殖民一封早被英国人抛弃 为何香港还被一些人顽强地保留着 因为 有些人站在中国香港的土地上 心里想的是英国的利益 因为 有些人跪咎了 也不愿站着堂堂正正地做中国人 英国将狼才进 只能找一个印度人来当首相 这很好 如此一来 大不列颠联合亡国 距离大不了跌而还远吗 更说明 中国香港要想彻底清除殖民化 要先从丢掉羊毛假发 中国人自己审理案子做起 据来自环球网的消息 在上台第一天 苏纳克便与拜登进行了电话会谈 此后 白宫发布了一则新闻稿 指出了双方的谈话细节 在交谈中 拜登先是对苏纳克当选英国首相表示祝贺 期待两国政府能够继续紧密合作 此后 双方约定在不久后的G20峰会上举行会晤 但话锋一转 在涉华问题上 双方一致同意要共同应对所谓中国构成的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20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苏纳克 在处理对华关系时 还表示要以务实的态度重视中国的存在 为此他还遭到了保守党内部的抨击 却始终拒绝改变观点 然而今年他在与特拉斯争夺首相之位时 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 也开始改变对华态度 不仅把西方的反华言论说了个遍 还声称弱势自己当选首相 上任第一天就要关掉国内所有孔子学院 如今他决定要与拜登共同对付中国 其实并不意外 客观而言 两个月时间更换三届首相 足以证明当前英国的政局有多混乱 除此之外 英国目前的经济问题也已经迫在眉睫 英国人选这位钱财相上台 是希望他能挽救英国经济 而不是像特拉斯那样 不断对外展现强硬态度 在苏纳克这种换汤不要烙的执政观念 无疑会对中英关系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这非但无法帮助英国摆脱困境 反而还有可能火上加油 令英国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 要知道 自从英国脱离欧盟后 欧盟国家与英国的贸易合作也受到了影响 去年中国首次超越德国 成为了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足以证明目前两国经济的紧密联系 现在英国经济陷入困境 让中英贸易变得更加重要 苏纳克作为财相 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 否则他此前也不会呼吁要对华务实 重视中英关系 然而他在上台后 却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 跟着美国的恶华战略 这恐怕有三个原因 首先 苏纳克的印度裔身份 另其遭受了不少非议 所以 他需要借着与西方风向标拜登交谈之际 向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表现出政治忠诚 以此赢得盟友们的信任 就像有着华人面孔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一样 为了赢得西方信任 必须在对华态度上比其他人更加强硬 才能摆脱外界的质疑声 其次 在上台后对华采取强硬措施 是他此前在竞选中做出的承诺 若他无法做到这一点 其他党派人士就能在此时上大做文章 同时 目前整个西方的政治基调就是针对中国 美国还为此建立了不少恶华小圈子 试图围堵中国经济 英国作为美国的铁盟友 自然也不愿在涉华问题上掉队 如今中美关系下滑 苏纳克要在中英关系和美英关系中选择一个 他显然是选择了牺牲中英关系 维护美英关系 此后 现在正是英国的虚弱期 中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固然重要 但若是苏纳克在此时带着英国与盟友们背道而驰 恐怕会遭到西方的施压和针对 尤其是美国 美方在对外事务上的理念就是非有极敌 若是趁此机会给英国使个绊子 怂恿西方各国对英国转向 到时候英国因为清华失去的 恐怕会比得到的更多 当然 中国也看出了影响中英关系的主要因素 就是美国 所以 对于苏纳克要跟拜登对方中国一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对于各国的发展道路来说 实际上是伙伴和机遇 而非所谓的挑战和威胁 中方敦促美方要摒弃零和思维 与其散布那些老掉牙的中国威胁论 构建毫无前途的排外小圈子 不如顺应时代潮流 尝试树立起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新理念 多做些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事 可以看出 中方在回应中只字未提英国和苏纳克 反而一直在劝告美方对华态度 除了因为苏纳克尚未做出对华的激进动作外 恐怕也是因为中方已经看透了问题的本质 只要美国仍是西方的政治风向标 仍然对华抱有对抗思想 其盟友们就难以摆脱当下的政治立场 就像英国一样 首相更换的在平凡 也是换汤不换药 因为不顺应西方的政治风向 就无法坐上那个位置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